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我之前的节目我说过关于台湾的话题 我说过台湾被那种红色的媒体 以及那种资金渗透的特别厉害 咱们要是把这个视线转移到美国呢 其实这个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在去年2008,2018年 美国国会的选举的时候 就选举选举那个众议院嘛 众议院啊 然后就发现一些议员嘛 身份就比较可疑啊 这半年过去了 你再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国会啊 那么现在啊 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国会四人帮 这个四人帮嘛 他怎么看就感觉这四个人啊 是在帮社会主义代言的 四位女性啊 咱们就是先来说说这几个人嘛 第一个科列兹啊 29岁的科列兹 他是那个波多黎哥啊 波多黎哥出生的 他是最年轻的哎 众议员 最年轻的29岁啊 也很漂亮 他自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哎 社会主义者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一号 社会主义一号是吧 他自称自己自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啊 他呢有一个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长得比较漂亮 而且呢就是说他在社交那个呃 媒体上面有470万的粉丝啊 也是一个大V了是吧 所以说他能够选上这个众议员是吧 也是啊 也是在一个意料之中啊 但是他有他的这个主张是是是是什么呢 你听到他的主张 就是他的同政的主张 他是主要是呼吁环保这一块啊 他就是他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不要用石油产品 哎 能够就是能够过一种是吧 绿色低调的生活 他甚至就是他呼吁就是连那个牛放屁 他都要管啊 因为这个是他说这个全球变暖 我们都要去关心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个 呃 话题 是吧 我就是个人感觉 你这位议员这个这个这个 你要是真的是一个呼吁环保 你可以去做一些环保志愿者去亲自去那些不同的地方 哎 去去做这些公益的事情 你在这地方喊的话 我觉得挺不是挺不适合的 说什么地球变暖啊 从我角度去看啊 地球呢 也是会呼吸的地球呢 也是有小病的时机的 每三三百年来一次啊 几百年冷几百年热 这都是正常的啊 我的观点 但是就不多扯了 除了说你你在国会上老谈这个环保 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啊 浪费生命啊 没有把精力用在这么对的地方 再看第二位这个议员 叫奥马尔 这个奥马尔 她是那个从 从年从苏玛里 就是过来的以难民身份啊 取得了美国的身份 二零 两千年入籍啊 她呢 也是第一名这个 非以莫福林的一个女性啊 就是议员 但是她呢 你看她的言论吧 她自己啊 她怎么说 她说这个911事件啊 只是某些人做了某些事情 她试图淡化911 我再重复一遍啊 她称911只是某些人做了某些事情 试图淡化911 具体呢 那些更深了我就不说了 而且呢 这个奥马尔呢 她还反对以色列 反对以色列 以色列 她目前来说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 非常有活力的国家 她这个 是吧 我觉得 她的这个背景 她也是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啊 我觉得这个背景 真的是应该好好调查 你从她嘴里面说的 全部都是反对美国那种 传统价值观的人 她能当上这个国会议员啊 真的是一个查查 她的背后 那个金主 有没有被蓝金黄啊 有没有什么 这个中国的利益输送 这真的应该好好查一查 她说 很高兴自己的言论 能够引发并且 引发观众 并且引发争论 在我看来 她所引发的那些争论的话题 其实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 好 咱们接着说第三位啊 特莱布 特莱布是42岁啊 他是八的富产人 然后他的主张也是主张 就制裁以色列 抵制以色列 撤资以色列 制裁以色列 这就是扯了 这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 就就好比这亲如父子一样 有句话说是 书不见亲 你抵制以色列 就等于说是反对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了呀 是吧 第四位 第四位 普瑞斯利 也是非裔美国人 其实他们都差不多了啊 就是他说这个四人帮的规模很大 他们就是致力打造更公平 更公平 更正义世界 这是他们想要投入的这么一个工作 总结来说吧 这四人说完了 比如这四人帮的这个国会议员吧 他们 我感觉他们没有把精力用在一些正的 正确的事上面 比方说什么就业啊 税收啊 股市啊 基础设施啊 医疗教育 他们作为议员 没有把精力用在如何改善美国纳税人的生活品质上面 我看到的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做的一个是撕逼 一个是花钱 撕逼呢 就是不断地试图去弹劾川普 不断地反对川普的政策 花钱呢 是他们才不管这个纳税人的这个情况 反正美国有钱就要帮人 倒得绑架呀 对吧 好 这是他们了 你看这个川普吧 就看看川普对这四人帮的一个评价 川普对这四人帮他也是不客气的啊 川普说 说这这四人帮他们都来自那些发生灾难的国家 如果说他们想要告诉美国政府 怎么美国怎么去运作政府 他们不如回到他们的祖籍的国家去帮助他们的同胞 川普这话说的是很不客气 江海老的烂啊 川普他没有因为对方的性别跟这个种族对他们有什么不客气 当然作为这个政治不正确的川普吧 他这个批评的声音一说出来 马上就被这个四人帮说成了你你种族歧视啊 你性别歧视啊之类的又是上纲上线搞这些政治正确啊 其实对于这个种族歧视啊 这真是一个护身符啊 这些人批评美国批评以色列 鼓吹社会主义 谁要是批评他们 那谁就是种族歧视 其实我跟他们也是无缘无仇 但是呢 他们鼓吹社会主义 我就得要说几句了 我主要就是真的这个社会主义啊 你看他们这个鼓吹这个社会主义这个言论吧 他们一说出来 作为一个我作为一个从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人 我是特别反感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啊 这四人帮呀 他们所鼓吹这些社会主义啊 已经在中国大陆至少造成了七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造成了七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今天我也不用去唱片里头去说 具体是这七千万人是怎么死的 三千鸡宽饿死多少人 杀地主杀了多少 然后呢 文革杀了多少 这个说字咱不说 反正油管上的历史资料 一搜一大把 咱不赘述啊 反正就是正因为这个原因 我这很反感社会主义啊 而且是在美国人类文明的灯塔 出现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声音 我是当然要反对了 因为这几个就是说没有读过中国历史的这些女性议员吧 咱们试图取消美国的这个移民门槛 恨不得把他们这个老家的亲戚都给都接过来 然后再把美再把美国变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是不是要把这个马克思的画像再挂到这个国会上面啊 是吧 对于这几位议员来说啊 美国是移民国家 美国接纳了他们 他们是看到了美国的富有和强大 所以他们认为美国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去接纳更多的难民 特别是这些议员的老家 巴勒夫塔 苏玛里 这些是吧 我觉得是不是也都要接过来是吧 因为他们是体验到了这个美国这个大吞天罐啊 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好处和便利啊 不管说是移民还是难民是吧 我都不反对 但是呢 只要有一个这个合理的前提 第一个是你这个国家有这个能力去接纳 第二个是这个过来的这个难民也好 移民也罢 要正规合法 这是我的观点啊 但是这些女议员他们没有看到呀 他没有看到这个美国虽然有钱 但是美国的钱是大方挂来的啊 美国他在承担这个世界警察这个责任的同时 他花了也是纳税人的钱 美国想当世界警察呀 他见了啊 他想当这个世界警察 他不想当呀 是吧 花纳税人的钱图啥 所以说这个美国不是找韩国要那个 叫那个保护费吗 是吧 他们也不想当世界警察呀 所以呀 我就特别能够理解这些欧美国家这个纳税人啊 春天罐里有很多钱啊 所以他们呼吁啊 把自己的钱平均分配给所有人啊 搞社会主义吗 但是他们就看不到这个钱是怎么赚的啊 你说当年这个奥巴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吧 整个美国这个领食品食品卷吃福利的人 四千八百万 四千八百万快五千万了吧 整个美国在奥巴马世界那是被玩了一大糊涂 而且你看这个 你看美国这这这美国的历史 咱们不说远就说这半个世纪吧 他就他就是有一个民主党瞎折腾 共和党擦屁股的这么一个传统 你回头你去看看历史啊 这半个世纪为美国做出结束贡献的 基本上都是共和党 民主党全部都在什么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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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折腾 你看什么卡特克林顿这些 所以说这个你看那个奥巴马 他把这个烂摊的留下来拍拍屁股走了 然后呢 这川普上台之后呢 又是搞各种新政 然后再给拉回来 你俗话说吗 川普老中医专制春秋逼啊 刚开始都觉得这个川普这个药方的太苦 太招骂了 都在骂川普 都在踢川普的屁股 但是你看现在随着美国这个治疗业回流啊 股市拉升啊 就这个就业率都都都降低之后吧 这个共和党跟川普总算是 把大家嘴都堵住了 成绩单摆在这里吗 但是倒乱的人永远都存在 你看就是个国会的四人帮啊 川普在忙着拉低 是一降低失业率 川普在忙着拉高股市 川普在忙着降低财政支出 忙着在卖农产品啊 所以美国这个春天贵 才会有这么多钱 是吧 但是你看这个女性议员呢 他不管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 我就要坦克川普总统 我就要搞政治正确 我就要鼓吹社会主义 我就要什么什么 是吧 这就是说这个军妇 我就要是吧 纳税人的脚脚多少税 这个他税收重不重 这个我就是我是不管 是吧我们四人帮的政治主张 就是花就是负责花钱做好人 就要花钱搞政治正确 啊 不要反对我呀 是吧 谁要是反对我谁就是性别 骑士跟种族骑士 是吧 一说到这边 你还不能批评他 你批评他 你就是种族骑士 你批评他 你就是性别骑士 搞不好他还起诉你 是吧 哈哈 幸好呀 你看那个美国的那种总统顾问跟财政部长 他们都认为啊 川普就对四人帮这这种这种这种对这种口水战啊 不是种族骑士啊 是吧 他这他这个 他是涉及到这个社会主义 他涉及到这个美国这个这个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哎 是美国是要走资本主义路线 还要还要走社会主义路线啊 这是这是一个国体的问题 是吧 这不是种族骑士啊 不然我聊到这的话 有人也给我去扣这个帽子了 啊 你从了解这个美国国家四人帮吧 你就会发现其实川普这个总统做的也是挺挺挺挺憋屈的 挖坑失败了的到处都有 哎 最后吧 对于这个四人帮呀 我就想说什么呢 嗯 其实你这人嘛 人们总是容易被这种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啊 你看他们长得其实都很漂亮 并不是说长得漂亮 伶牙俐齿 口齿伶俐啊 能言善辩 你说的就一定正确 如果上帝给你一副美丽的面孔和雄辩的口才 是吧 你再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生活的经历跟这个知识的沉淀 是吧 不要太咄咄逼人 自以为是 你非得要自以为是的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想去改变世界 是吧 只会给人们带来灾难啊 你觉得你有470万的粉丝 你很有影响力 你非要搞这个 你搞 你搞不好 你就是做的是措施 有些时候 你影响力越大 你带来的这种负面的作用就会越大呀 这些姑娘们还是挺年轻啊 好吧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